在台湾的新住民及子女人口已破百万人 那有许多新住民子女并不了解爸妈的家乡文化及故事 新北市立图书馆永和分馆特地精选了近50本不同国家的多语言读本 让民众及小朋友们能更了解并接纳多元文化 我们每年都会固定办新住民的主题书展 对,然后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是我们有闭馆一段时间 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 现在好不容易开馆了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让民众可以有机会 可以就是接触新住民的文化 书展精选刊物以绘本居多 让小朋友们能更清楚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 包含入选文化部优良读物的《请到我家乡来》 入选香港公民小书丹的《向世界打招呼》等知名绘本 书展现场也展出了其他国家的民间故事及世界著作 还有教大家如何学习不同国家语言的工序书 包含像我们永和的新住民有包含 除了中国陆配以外 还有那个越南、韩国、柬埔寨那些 那其实我们这些绘本、统书都是包含这些国家的一些介绍 然后里面有包含七国语言的翻译 那小朋友来看的话就是比较简易的认识各国的新住民的一些文化 新北市立图书馆永和分馆表示 疫情期间以静态书本方式 邀请大家多看书 认识在新北的多元文化 接着眉山永和报导